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飞行长度总长是601海里 然后我们今天载有了117名的乘客 然后又载有了7吨又805千克的一个油 然后可以供咱们飞行3小时05分钟 我们今天的根据天气情况 我们预计使用跑道两拐左离场 然后离场之后我们要使用西斯多机场的 Midrust三Golf离场 离场之后我们要再距离London VOR London VOR 0.5海里的转向到612的一个航向 然后到DME12海里的时候 又在4000以上转向到192航向 然后在 在然后在距离Midrust VOR10海里 或者London VOR17海里的时候 爬升至5000英尺以上 然后 咳嗽 抱歉咳嗽一下 然后继续保持192的航向 飞往我们的Midrust VOR 然后我们需要在高度6000英尺中间 然后呢 进进图上所说的是 因为我们这个航线和其他机场的 这个进进的这个航线有交叉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在保持在6000这个高度 然后等待这个空管的这么一个叫做clearance 空管的放行 空管的许可 然后爬升到更高的高度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爬升最高的高度是6000英尺 然后我们 然后之后呢 我们要进入我们今天的航线 我们今天的航线呢 我们首先呢 我们在飞过Midrust VOR之后 这是我们的离场点 然后我们要沿着Lima 口误 Uniform Lima 612航点 飞行到Ram Rest Me 然后沿着Uniform November 691航点 飞到Lingri航点 然后飞 然后飞到Zurek VOR 然后直飞 Delta Oscar Romeo Alpha POP 然后飞到我们今天的进场点 Mac Alpha Delta Echo BRAVO 同时呢 在我们今天这 我们要飞到两个航线的中间 还要在我们穿越英吉利海峡的时候 我们呢 会遇到一段超强气 一段非常强烈的这个乱流 然后呢 它是在我们的Uniform Lima 612航点 和Rest Me航点之间的这么一个区域 然后呢 高度呢 是在Flat Level 200到Flat Level 400 这么一个航点 这么一个高度 所以说 我们是不能避免这个 这个叫做Severe Turbulence 就是极端的这个乱流的 所以说我们在飞 在在这个离场爬升阶段 我们可能会遇到 会把我颠的怀疑人生的乱流 然后估计降落的乘客 也会进驾驶舱来揍我 然后呢 我们呢 继续来说我们的航线 我们今天的进场点呢 是 MAC Alpha Delta Echo Bravo 好 想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进场航线 我们今天进场航线呢 我们要使用的是 MAC Alpha Delta Echo Bravo One Bravo 进场 我们呢 进场非常短 只有两个航点 我们呢 要通过 Delta Alpha Bravo Echo Bravo航点 然后 保持航向 099 然后保持1300英尺的高度 直飞 Echo Lima Echo Mac 然后呢 开始我们的这个最终进进 是的 没错 我们今天的这个进场 只有两个行列 好的 下面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进进 我们今天进进的跑道 预计是 位于 维远 位于这个 奥地利和 因斯布图 后期机场 跑道 东巴 进进 和降落 然后呢 我们今天呢 这个进进还是比较复杂的 由于我们这个 今天我们落地机场的地形缘故 我们呢 在通过 Echo Lima Echo Mac 航点之后 我们要 必须要保持1300英尺 直到我们经过了 威士忌 India 七五 拐五 动航点 然后我们下降 使用一个 3.6度的下降角度 然后下降 然后呢 飞行16海里 是的 没错 飞行16海里 到达 威士忌 India 拐五 一 然后 转向直飞 威士忌 India 拐五 两 然后保持 转向 113 然后飞七 海里 到达 威士忌 Alpha 15 拐 威士忌 India 拐五 三 扇遮挡 所以说 我们基本上会在 进进的最后一刻 才能看见跑道 然后呢 我们今天的 绝段高度是1000英尺 我们使用的是 RNav Zulu Runway 08 进进 然后我们今天 还有一个速度限制 就是在 威士忌 India 拐五 三 的时候 我们最高空速允许是在 165 然后是表速 然后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最终进进 然后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飞行计划 好的 那我们现在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滑行计划 那我们现在呢 在 伦敦西斯罗国际机场的 呃 三号航站楼的 Pier 7 也就是七号直击 呃 七号 怎么说呢 七号后击岛吧 然后呢 我们的后面呢 是Taxiway Foxtrot 我们预计呢 推出之后 机头朝 机头朝右 然后呢 沿 Foxtrot 滑行到Foxone1 然后又转上 Bravo Taxiway Bravo 而口 左转上Taxiway Bravo 然后滑行到 滑行到Link28 然后沿着Link28滑行到November November 1 然后在November 1 外 然后在November 1 等待点 等待起飞 然后我们起飞的跑道呢 是 Runway Taxiway 也就是两拐左 然后我们 然后飞到我们今天的目的地 然后这就是我们一个 今天的 滑行计划 也是非常的简短 然后我们现在来返回驾驶舱 然后我们呢 来准备 推出滑行 然后我们现在 刚才我看了一下 我们现在周围有很多 这个 英航的飞机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先等待 我们这个英航的飞机 推出滑行完了之 滑行完了之 滑行走了之后 我们再出发 然后我个人感觉 他们应该是连飞 所以说我们 估计需要转一转 因为 有一队的飞机 要从这个 地方推出呢 所以说 这个等待时间 可能比较长 所以说我们 所以说我呢 会先跳过这一段 好了 那么我们刚才最后一架 英航的A311 已经从我们的后面 滑行过去 所以说我们现在后面的 Taxway Foxtrot 清空 我们现在可以推出 然后刚才我看了一下 那个应该是 这个British Airways Vetro的一个 这个一个飞行活动 然后这个是英国航空 英国航空 英国虚拟航空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虚航 然后现在我们打开 安全带灯和静止吸烟灯 然后开启NiveLights 然后我们准备推出 然后今天没有ATC 我们来开JuneCon 然后我们调到失败视角 开始推出 然后好吧 后面还有一架飞机 没有看见 我们停一下 应该没了 等它推出 然后 好的 我们开始推出 好的 开启一号引擎 NiveLights London Heathrow Unicum Bravo Alpha Whiskey 697 Victor is clear of all runway 好的 一号引擎正在启动 好了 我们现在停止推出 然后我们进入车航空 开启二号引擎 等待一下 等待一下 London Heathrow Unicum Speedbird 101 好的 转速上升 咳嗽一下 好的 眼晴起动完毕 绿灯 然后我们来开启BeaconLights 放在标点上 然后我们放配频道5% 哎呀 Flaps 2 好的 然后我们进行是两度起飞 进一两档起飞 好的 我们现在来进行一下飞行控制测试 看着这个小控制杆 好的 Full Up Full Down Check Neutral Full Left Full Right Neutral 好的 Rudders Full Left Full Left Neutral OK Check 好的 我们现在控 飞行控制测试完毕 我们来申请滑行到两拐组 London Heathrow Unicum Air China 872 Taxiing to Runway 27 Left 好的 我们来开始滑行 旁边是一架印度尼西亚航空的777 波音777 然后呢 前面是Full Up Full 1 短停点 好的 我们咳嗽嗓子不好 好的 我们现在左转上Taxiway Bravo 滑行速度有点快 然后我们现在 现在旁边还是这个印度尼西亚的波音777 300 然后他在 还没有推出 当在我进来的时候 他也跟我一起进来 好 那些英国航空的飞机开始起飞了 他们滑行也够快的 加速不是太快 好 抬轮 起飞 好 看不见了 我们继续滑行 有点偏离滑行到了 呃 既然我们前面一直都有很多的英国航空的飞机 所以说我们待会可以使用link30 或者link 或者Taxiway Kilo 然后直接转向 进入到Taxiway Alpha 然后在英国航空的A319后面排队 然后呢 还是从还是 然后我们就可以从November两 Echo起飞进入进入进入那个进入跑道起飞 好的 我们现在可以向右转 然后进入Taxiway Alpha了 减一下锁 减到10节 好的 开始转向 来 Right Clear Left Clear 好的 转向上 Taxiway Alpha 然后前面就是一队的银行A319 啊 感觉他们现在应该在截图 然后我就这么的乱入了 一个国行的A319就这么乱入了 然后上面写一个大大的IFCN 哈哈 然后我要去关注一下他们的这个Instagram 看看我会不会在他们的照片里面 来抢一下镜 我看一看我们的10Y19 啊 前面真的是一队的银行A319 排了整整齐齐的一队 然后我们就在他们的后面跟他们一起排队吧 顺便结张图 我们来减一下速 我们来减一下速 London Heathrow Unicom Speed Bird 12 Holding Short Runway 27 要保持距离 London Heathrow Unicom Speed Bird 239 好的上轻机上车 叫他们后面排队 调到室外视角结构图 好 然后我们再到普通视角结构图 好的截图完毕 我们 滑行 我们继续跟着这些银行的飞机排队 好 好的上停机刹车 来看看这哥们汽车 直接是rolling takeoff了 好 加速了 这次更新之后 开发者们增加了专业服务器的同步度 所以说现在大家看飞机起的都很流畅 好的 离开视角 我们就跑了 announced takeoff to the left departing to the west 好的 开车 runway to the left departing west 好吧 哎呀 我说错了 我们应该是departing to the south 总之我们要在距离伦敦dme7海里的时候转向 我们今天的滑行油量是200千克 对准跑道 好的 我们上停机刹车效准游戏准备起飞 好的 松开停机刹车 我们起飞 好的 40 来吧 好的 40 来吧 好的 takeoff 80 knots 准备 check V1 rotate V2 Rotate Rotate positive rate gear up 保持速度 好 便宜 好 我们 过了1500之后降低上升率增速 好的 我们 过了1500之后降低上升率增速 好 我们过了1500之后降低上升率增速 先爬上到3000 好了 过1500 降低传通率 增速收尽力 降低眼睛亏力 慢慢地爬上 上面就是London Flaps up 加一点PB 我们开始转向 转向到一个62海 62海 转向到6000 Spoilers retracted 然后我们来增加一下爬升转栏向之后 我们将会开启自动驾驶 好像下出1.62 转过了 好的我们开AT开到162 好的我们现在自动驾驶已经开启 然后正在爬升至1600英尺 然后我们要在1600英尺的时候 我们要在要保持1600英尺 直到我们飞过了这个Mitrust航点 因为我们需要得到ATC的区可 所以说我们就默认我们要在Mitrust之前 一直都要保持6000英尺这么一个高度了 好的我们过一会儿马上要准备转向到航向192 然后之后我们要做一个大直角 然后进入我们今天的航线 然后继续爬升 然后那些那边都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英航的飞机 好的我们现在转向192 增速240 我们现在删除这个航点 我们现在直接Active 我们现在修载一下航线 然后我们直接切入我们的这个航线就好了 好了我们现在假设ATC已经给了我们许可 允许我们继续爬升至Flat Level 330 然后我们现在增加这 然后我们现在来调一下我们的自动驾驶 Flat Level 330 Check 然后调升升率到2500英尺每小时每分钟 好的 然后我们开启Nive模式 好我们要改一下航向 然后我们继续爬升 然后呢下面呢我来说一下我们呢 我们下一期视频会发生什么 下一期视频呢我呢预计呢就会开始我们这个IFMD11环球 然后呢我们环球呢基本上是五大洲都尽量把它还上 然后我们呢 然后我呢预计会把我们这次的一个飞行计划在本周周末给它上船 然后发在哔哔哔哔的这个动态里面 然后啊差不多就是这样吧 然后呃这个坑肯定是会填上的 这个就是个MD11环球的坑肯定会填上 然后关于这个呃冲八环球吧 这个冲八环球其实还有点难度的 因为冲八这个航程有限 MD11就不用太太这个就做太担心航程的问题了 好的我们现在马上就要截获我们今天的这个 叫做 我们今天的呃航线了 我们现在来增加我们的爬这个爬升率 好了过一千关闭着陆灯 我们还是把这个straw light开着 然后呢一般在这个飞行过程中 straw light它是打到auto状态的 好的我们现在调出呃 London Unicom 好的我们现在增速两百六 然后前方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个英吉利海峡 然后也是这个英国的海岸线 感觉英国真的好小啊 今天感觉不在状态刚才起飞的时候失误了 然后之后才发现我是可以在三千英尺以上 看这个非常尴尬 好的我们现在到来了三三万一万三千五 我们还在爬升 好的外面能大火车进步 声音好大 好的一万四千英尺 我们要大概在到两千英尺的时候开启我们的视频加速 然后呢还有就是啊 上周啊那个infinite packs更新了 然后呢我呢看他这个开发者的一个留言上面说 呃在后面的几期更新中 他们可能会加入引擎故障 然后各种的紧急情况 这么一个特点就是feature 然后呢估计就是会在你飞行的时候突然出来一个紧急情况 比如说你引擎失效了呀或者说你这个有一个乘客病了呀 然后你需要找你的这个备降机场 然后呢来还原来还原一下这个真实情况 然后不知道这个出现的概率是多少 别每次航班都会出现一个 那样就非常尴尬了 因为这样的话怎么也飞不到目的地了 因为肯定是需要找机场备降了 好的现在一万七千英尺 然后还有就是我最近看这个infinite flight community 然后呢发现呢这个做这个if assistant的这个开发者呢 他呢打算做一个这个他打算做一个fmc 就是你可以通过另一个设备连接你玩if的这个设备 然后然后呢将另一个设备当做你的fmc 也就是你们的flat management computer 然后呢计算v1 vr然后vr这一些数据 然后还有什么航线 然后据说还有lnav 也就是我们的lateral navigation 好的 我们现在到了一千一万九千五百五百英尺 然后我们呢 将我将开启视频加速 然后我们再降落件吧 然后我们现在距离我们的威力 还有五千五百五百五百五十三海里 好的我们将落件 那么不抵就跳得得更直 就是我们这个老师 precisa发生和ık优独播放 我们再次听起来 还有想着 我还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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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ish we could turn back the hand of time And replace the voices that you left onto my mind Maybe we'll meet again in another light Maybe we're better in another paradise Maybe we will meet again Maybe we will fall again in another light In another light I can't imagine what this life would be Me holding on to faded memories I love you, you love me But that love sets you free But if you choose to leave Well I always leave Maybe we'll meet again in another light Maybe we're better in another paradise Maybe we will meet again Maybe we will fall again in another light Music Maybe we'll meet again in another light Maybe we're better in another paradise Maybe we will meet her again Maybe we will fall again In another life In another life In another life Welcome back to the E-Sport We have 29.4 miles We have now connected to the E-Sport We will see that we need to runway 26 miles This means that we can't use our original plan So we will now 将要这个通过这个管制人的带领来让我们来降落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 正在我们现在已经偏离了航向 然后我们位于我们右边的这个山谷底面呢 就是怎么说呢 我们原本要走一个路线 然后呢大家可能在响应四步之后 去场那个盘旋进阶是怎么飞的 这个盘旋进阶呢 我呢将会在这个视频的最后 或者我会另拍一期视频来告诉大家 然后呢专门是讲这个进阶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 还没有被要求下降 其实这个机场我在Xplay里面玩过很多次 他很基本上很对他周围的这个山这个地形比较熟悉 所以说我们一会应该是要沿着一个山谷然后进进 然后我们现在需要下降 然后我们现在在地图上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因四度货富机场就在我们的右右边 在地图上在我们的右边 转正 里边来 转正 里边去 5contact in sprat kranabiton tower on 120.1contacting in sprat kranabiton tower on 120.1austrian 905november one tango gulf turn right heading 250 descend and maintain 8000 好的我们现在还要继续等待我们的这个指令 然后我们现在离机场越来越远了38海里 存在8000maintain8000maintain8000maintain8000muntil establishedon the localizer cleared aisles runway 26austrian577austrian210 expect vectorsforthe aislesapproachrunway26atinsbrot kranabiton austrian210turnrightheading090climbandmaintain12000 alpha uniformalpha577turnrightheading180 好的现在还离得有40海里了 我觉得我们要把视频再一次加速了 然后对我们现在要再一次加速视频了 好的我们现在还有36海里 刚才改了一下这个导航我发现还有36海里 然后我们现在正在还是在进阶 然后速度180 那他遇到了粗暴无理的管制 234 descend and maintain9000 descend and maintain9000 austrian234 austrian402 turn right heading 我们现在差不多已经盘旋了 大概35分钟左右 easy 108 austrian234 turn right heading230 left heading080 好的好吧我们现在继续飞 我现在估计我们马上就可以转向了 因为我们下降到转向 austrian234 turn right heading230 转向26动然后降到9000英尺 1000英尺下降率 然后我们现在周围还是山 感觉空管也是够辛苦的 他们现在应该是看不见地形的 所以说 他们这样引导飞机还是非常辛苦的 但是他们同时也应该把这个飞机的这个 他也应该把他们的进进效率加快一点 否则这样航班直流的话 很多飞机都会很快就没油的 turn right heading 190 就像我现在还有一吨油就要到2.5吨了 然后2.5吨是每个飞机起赔钱最少要起来2.5吨油 我记得是这样的 如果有错误的话请给他改正一下 turn left heading 050 climb and maintain twelve thousand exact 我们现在到达了9000英尺 然后前面应前面就是机场 大家可以看这长长的队 排了有30海里 好的 转向两六动 然后降到八千尺 我觉得我们降到八千尺有一些危险 所以说我要使用不慢慢的下降到八千尺 否则呃我们这个单受的这个风险太大了 austrian 36 turn right heading 360 因为我们现在距离地面只有三千尺 不到一百米 austrian 不到一千米 turn right heading 260 november 655 而且前面的这个山峰更高 800 72 turn left heading 260 想必我们今天可能是延误了 有半个多小时了已经 因为我预计我们的飞行时间是 一个小时40分钟可是现在 然后可是呢我这个 我们预计的一个小时40分钟 是含滑行起水降落 还有降落滑行条机位的这么一个时间 然后我们现在光光这个滞空时间 已经已经有了一个小时35分钟 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有了延误 差不多二十多分钟的这么一个情况 90 descend and maintain 12,000 austrian 36 那我现在还在飞过这些山峰 啊有些危险 各种感觉 260 knots increase speed to 260 knots austrian 9 然后前面这个山谷 应该就是我们这个 因斯布鲁克机场所在的 啊好的 我们现在激活了这个地形警报 November 655 Golf Lima easy 100A turn right heading 090 Booling 13 descend and maintain 8000 turn right heading 090 easy 100A Booling 13 reduce speed to 180 knots Booling 13 应该不会激活了 刚才我看看我们激活的哪块 那是这个 好的contact tower i火зяまで 102动 1 10-11 111洞 talting salt sbak abelex China супpond n easy 18 我觉得好了 我们先要击发一次这个 豈人 垂 h PRIN to 你看 好的,靠音棒的Landing 我们现在来设好了,锁定一下我们这个IOS 抱歉,割凑一下 好,我们现在还有23海里 好,我们现在要跟我们前面的那家在五边上静静的飞机飞行 好,我们现在要跟我们前面的那家在五边上静静的飞行 RUNWAY26,CLEARED FOR IMMEDIATE TAKE OFF 好,其实我们现在其实静静的有30分钟 基本上每次专业服务被ATC指引静静的时候时间都很慢 好的,我们前面还有一个山峰 过了那个山峰我们就可以开始Descent了 我们现在改变一下航向 这样我们就可以接获我们的这个想法道 这个航向道 我们调到12视角看一下我们确定不会,我们不会装山 好了,不会装山 但不过乘客基本上已经下的快不行了 因为我们跑到这个窗外视角我们旁边就是这个事 真的比较可怕 好了,我们继续返回下车航向视角准备合路 我们现在还有17号里 好了,Terrain雷达又一次响了 Terrain 好的,我们现在接过了下发道我们开始 我们准备开启我们的这个Nav Mode Auto Approach 然后最后我们要手动接地 我们准备全程手动到石海里到 从石海里到接地全程手动 好的,我们现在开启Auto Approach 好的,我们现在这个AP有点发动 是不是我们现在只能改手动飞行了 没有办法 好的,Airport Inside 我们开启自动速度 第二个 第二个 好,实在海里,我们先把起落架放走 好的,Lane Hensloys Flex 3 我们前面这个飞机,他肯定是不知道 长巴底,这个冲巴 它是可以使用竞亿15股进进的 Flex 3 它不可能竞亿速度这么慢 好的,Spoilers Arm 真的,前面这个冲巴,它真的是不会飞的 因为真正的情况下,冲巴的 在这种正常机场的降落速度应该是在115左右 好了,然后实用的是第15度 好的,我们现在是Flex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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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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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andinavian 1530 Number 4 Traffic to follow is on final Number 4 Behind the traffic on final Skandinavian 1530 Austrian 234 Number 1 Runway 26 Clear to land Number 1 Clear to land Runway 26 140的速度 Runway 26 直到我们降落 Skandinavian 1530 space Hymouse P struggles Runway 26 Organizих Runway 27 Runway 27 Number 4 ете Hymouse 那 Continuation E retro Number 7 Number 4 ml Number 10 Number 5 Number 总是有一层薄鹿笼罩在半山腰上的机场 然后我们现在开开的这个驾驶舱灯 可以可以 好的VSO runway 可以看到跑到当中 有点高于向后 咳嗽一下 那么现在武海里两千一时 这个殷斯布鲁克机场的这个 进进也是非常的陡的 而且这是我第一次飞两六进进 突然发现这个机场进进竟然这么陡 现在我们坐等静静地降这个 Clear to land的指令 跑到我们提将穿越 好的马上就要到达吃饭跑到 Approaching Minimums 还是牧师跑到 好的Continue Check 一千一时 我们现在还要等待我们降落指令才可以着陆 否则的话我们需要跑到降落指令收到 Air China 872 No.1 Runway 26 Clear to land No.1 Clear to land Runway 26 Air China 872 Austrian 3587 Frequency Clear to land Good day Frequency change Approved Austrian 3587 Good day 500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因斯布鲁克机场 就在我们的面前 400 进进非常的慢 好的准备桌子 300 200 100 100 50 40 30 20 Refine Refine 好的 Reverse Green Decel Landing Spoilers Extended 跑到飞行动 好的 这个Reverse Off 飞行动 然后我们前面脱离跑道 然后这个机场只有一条滑行道 所以说非常简单 Roger Wilco 所以这个机场非常好滑行 Wilco Air China 872 速度有点大 OK 好的 我们现在脱离跑道 我们现在收回经营 还收回饶乐板 然后我们过线 好的 关闭 占卜单 还有这个 频闪 Up主发现自己没有下载这个因斯布鲁克机场的地面图 但是 感觉机场这么简单 我们其实可以不 我们其实不用下载这个机场的这个图了 好的 我们现在联系地面 好吧 没有地面 然后我们Turn On Half Tau 减少塔台的阔 然后我们前面有一架787 还有一架 Boo A320正在降落 不过没有落下来啊 该复飞了 我们调到视外视角看一看哪里有停机位 感觉787不应该在这个机场飞 好奇怪 然后我们现在前面就得来了我们的停机坪 然后我们准备进入停机坪观测 我们现在还剩 还剩三吨 三吨有118千克的油 我们划过 经过这个LTO Airlines 然后我们找停机位 停飞机 然后我们可以发现 制作组和制作这个团队没有划停机位 是的 他们没有划停机位 所以说我们随便找地方停就可以了 好的 我们现在减速然后转向进入停机里 确定我们不会和这个LTO的这个波兰航空的飞机相转 应该是波兰的 好的 我们现在上停机刹车 好 我们现在关闭引擎 哎呀 点错了 然后关闭安全带指示灯 好的 N1现在2% 我们关闭Bacon还有NiveLight 然后保留No SpokenLight 然后我们现在呢成功到达了这个因斯布鲁克国际机场 然后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视频 感觉今天我们进进时间真的很长 其实我刚才估计算了一下 差不多是一个 差不多是半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呢 给大家看一下因斯布鲁克国机场周围的这个环境啊 全是大山大雪山 然后我们旁边还有一下787 本应该本是不应该在这里的 但还是出现在这儿了 然后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视频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还有啊 如果大家想看这个 因斯布鲁克国际机场 这个 这个Circle to Lime 就特殊精进的话 请大家点击P2 点击我们下旁边的这个视频 那个呢 是我介绍这个因斯布鲁克国际机场 这个盘旋精进的一个视频 然后欢迎给大家观看那个视频 然后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